弟子参加三十七年 为法会前四十九天 报纸上所登在发生的 一些大火、地震、水灾、车祸等 横死伤身的一切有情无情众生 共立牌位 请问所立牌位的草稿 在法会后应如何处理 可以把它火化 火化最好在寺院的风化炉 如果四周没有这个环境 自己找一个干净的地方风化 也可以 风化之后把这些灰爆起来 或者埋在干净土地上 或者是把它沉在水里面 这个都可以 恭敬心就行了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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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